好 蓝白锅三方的会谈 气氛是火爆 侯友宜是当场念出了 柯文哲的简讯内容 直指柯文哲说 要给郭台铭一个退选的理由 让现场气氛是陷入尴尬 柯文哲脸色铁青 随后反向 念简讯是名嘴策異的行为 但是侯友宜就立刻回应了 有取得柯P同意才会念出来的 但是柯P在中场休息之后 又再度开炮 总统候选人要有能力 而不是一堆保姆 双方的火药味十足 蓝白锅三方会谈 就是这一句 让现场气氛瞬间陷入尴尬 所以干脆公开见面 不要私下谈 但侯友宜表示 是经过柯文哲同意才公开简讯 但他一字一句 指向柯文哲说 要和郭台铭找理由退选 让柯文哲不满回呛 我要跟郭市长讲 虽然我是同意 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念 通常这个是名嘴跟侧意在做的事 不是总统要做的事 再来 这个不能这样说 我是经过你的同意才练 我同意没有错 你也可以不同意 我同意 你也可以不同意 你不要打断我的话 曝光私人简讯 让柯文哲真的尴尬了 火爆情绪延续到中场休息过后 柯文哲先开炮火 很酸 侯友宜毁约 带马朱突袭会谈 总统不需要一堆保姆 柯文哲炮火猛烈 侯友宜则反击 他签约 不首席 国家的一个领导人 做事情 跟你他谈判 说好就好 说签了 就是要负责任 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态度 蓝白锅三方会谈 三方各说各话 甚至现场互呛 不但没谈成 反倒留下南韩场面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